9月14日,在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协助下,香港新冠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圆满结束。 参与检测的香港市民共有178万人,成功找出至少42名隐形患者。 9月16日,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成员们圆满完成任务,启程返回内地,结束他们近一个半月的行程。 在九龙围井酒店外,大批香港市民在遵守限聚令的前提下,有序地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成员送行。 当日早上六时半,已有市民自发来到九龙围井酒店,他们手捧鲜花,脸贴国旗贴纸,手持血龙雨水,大爱无疆,忠心感谢的横幅,耐心等待检测队成员。 七时许,队员们列队不出酒店,不少文讯赶来的市民列队夹到欢送。 他们用粤语高呼,多谢你们,并为队员们送上亲手制作的新衣卡。 更有部分市民自发帮队员搬运行李,用实际行动向支援队成员表示感谢。 队员们不断向香港市民挥手致意。 当日,香港特区政府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陈肇事也特意来到欢送现场,并为队员送上亲手制作的感谢卡。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也回赠了以抗疫支援队人员外形制作的玩偶给陈肇事。 他们的帮忙,令到我们香港抗疫工作向前走了一大步。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福建队队员林先生表示,这段时间十分辛苦,难忘,但可以为香港市民做出贡献,十分骄傲。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龙子明带领众多会员, 早早来到九龙围京酒店,还送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同样到场的,还有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幻炎, 他率领一批在香港的福建籍乡亲们,感谢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他们这段时间在香港,其实功勢很大,不单是为了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查, 而且这个检查以后,其实不单是在香港, 我们未来怎么去处理这个病情很有用。 他们来是代表给我们香港防疫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给我们切断了我们的传播链,而且这几天我们没有本地的新冠会员, 所以说我们今天代表百万美籍乡亲来放送他们。 住在港岛湾在华美越海酒店的支援队员们也于当天早上七十许启程返回内地, 同样也有大批市民前来欢送,表达感激之情。 当支援队员们坐上大巴车离开酒店之时, 市民们还依依不舍地在路边挥手,目送支援队远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